綜拿鄉內城村農南路頭22縣11K處破損嚴重 縣長林明貞及縣議員檢視聖 廖宜弦議員前往會堪已完成路段 後段路面因年久失修導致路面老化破損嚴重 縣長也允諾將會在春節前完工 居民也相當感謝縣長的用心 因為這條頭22縣已經看了幾十年 都沒有電風轉過 很嚴重 這個燈仔糕 舊頭都已經走出來 跟我們鄉親反映這條路要來熄 已經熄了一陣子 後禮拜還有公立的路還要熄 尤其過年要到了 鄉親在島市回家過年 讓他們回家覺得 我們中領鄉建設有進步有做有發展 所以我們會繼續來完成 縣議員檢視聖接獲陳警後 便立即前往會堪 也感謝縣長的幫助 讓鄉親們可以有個安全的道路行駛 在那邊的人 這條路在921後 到現在都沒有風過 近前有稍微風一次 在那邊的人發現 剛才這條路這麼好 隨風 剛才這條路這裡都沒有注意到 我想在那邊的拜託 我看到林陸館長 北陸館長 雖然來看 今天地園看到館長到那邊 非常開心 我真的非常感謝館長 了解地園的困難在哪裡 縣議員廖一賢 肯定縣長會鄉親們的努力 改善破損的路面 讓農產品運輸更便捷 館長真的很關心 由我們中央鄉的館長 十二十二三 傳警員有一個建議說 要再來訪斷 這十一塊這大家 還有一個路段 錢買的 答應說 我們到過年 要將這條路段 給他們方針 給他們好 讓我們 這條路人 如果行事 安全 路好走 我們 地園 農產品 要運輸 還不像那些 香蕉 都去擴擴 村民對於從不厚的路面 都感到相當的滿意 並感謝林縣長 及縣議員警示聖 廖一賢的幫助 改善路面 讓鄉親們生活品質 大幅提升 記者 永勝 中療 採訪報導